圈圈製作梅花糖的过程光用看的就很疗愈 甜甜的梅花糖不少人有看到就会想要买来吃 但在日前却传出有女学生买棉花糖的时候被不当碰触 根据了解当时灵性男子就是开的摊车来到学校附近贩售棉花糖 趁着学生靠近要购买时疑似做出不当的行为 事情发生在2023年的2月 当时68岁的灵性摊贩到前镇区卖棉花糖 一名女学生来买没想到阿伯称可以教学 疑似就偷牵了女学生的手 还偷摸背和臀部甚至用手肘撞胸部 吓得女学生立刻推开但又被拉回做第二支糖 同样的手法又在犯 这回还拿了150元和三支麦芽糖 给另外一名女国中生要求不要讲出去 事后两名女学生赶紧报警 但高雄地院认为女学生的指控互有出路 林南强制猥亵识证据不足判无罪可再上诉 没办法让心理痛 所以她有做这种动作她才会给她好痛快 两名女学生开心去买棉花糖 却疑似遇到性骚扰的事件 但因为证据不足 棉花糖的阿伯一审判无罪 律师提醒可以这样做 棉花糖阿伯伸出闲珠手被提告 一审获判无罪 她本人已经离开学校附近 不知道在哪里继续做生意 还会不会骚扰女学生恐怕也是未知数 近新闻系家令杨树陈生生在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这样每年都得飞 Olá